中文字幕——YK 他也是当时的英国皇家艺术学院院长 他的许多作品今晚外表看起来非常的潇洒 却都是以异常精致的精神画成的 他画得很精细 特别是在他需要表达某些性格特点的地方 从这一点看来 他的确达到了无比的完美 他也善于创造出最强烈的绘画效果 他的生气黯然的肖像 因此具有惊人的浮雕的性质 这幅画创作于1816年到1817年 现在保存在巴黎的卢浮宫博物馆 鉴赏劳伦斯的肖像画 会使人产生一种醒目感 因为肖像的色彩总是十分强烈 对比鲜明 从这幅卡斯伯特夫人肖像 也可见其一般 慧宁时间 法国巴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